各位茶友好,我是玉秀格茶餐的老王 今天呢,咱们接着来跟大家聊盐茶 郑旧茶友给老王留言说 老王你这个最近怎么一直说盐茶也不说普尔茶了 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啊 尤其是由夏转秋 天气逐渐转凉,正是喝盐茶的时候 所以老王正好趁着这个时机呢 给大家也多介绍介绍盐茶 也希望各位茶友喝茶的时候 咱们也要依据节气来 今天呢,老王跟大家聊的是这个水仙 这个很多的这个茶友啊 都很喜欢喝这个水仙 那其实今天老王一边聊这个水仙里的一些冲胖啊 还有一些选茶的小门道 另外也聊一聊这个老王平时碰见的一些茶友啊 在水仙背后的一些小故事 那正好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今年给大家定制的这个水仙茶呢 也都准备好了 呃,今天呢 老王喝的就是这个自己的这个水仙茶 那首先呢 就今天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很多茶友啊 第一次接受水仙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水仙的这个干茶啊 看起来会比这个肉桂要大一些 这个实际上是因为水仙它从这个树种上来说属于小桥木 就是像长得像树一样 那么盐茶呢 这个肉桂呢 实际上它是属于这个小灌木啊 那当然这个 这个水仙的这个叶底会大一些 本身仙叶就大一些 那很多的茶友都出去 经常听人说这个水仙当中 这个有这个老虫水仙啊 老虫水仙 那老虫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实际上是指这个水仙的树林年龄大 那这个所以在这点来看呢 就是很多茶友到外面去视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就是不是说老虫水仙 这个水仙的这个叶子老 老王曾经碰到过有些茶友 这个被忽悠啊 就是遇到这种是老叶子 叶子很老看起来也很大 那老虫水仙不代表它的叶子就一定很大 尤其是有一些甚至是说跟手掌一样大 那个就肯定就有问题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其实在市面上真正老虫水仙是比较少见的哈 呃 虽然说这个水仙引众到这个五一山地区是很长时间以前就有了的事情 但是呢 毕竟这个这个树要长那么长时间 这个还要受到这个保护啊 其实很很少见的 尤其是那种还能说出有灵有枕的 比如说老安听人说就是什么 140年150年的这种 呃老虫水仙 那这个呢就是首先第一很多水仙术啊 一开始引众的时候它是没有年份记录的 那这个140年有灵有整 这个就值得大家要怀疑了 那所以如果是茶友在外面啊随便碰到这种老虫水仙那不一定说它一定是假的 但是至少大家要提一个 给自己提示一下啊 这种实际上很少见的 那今天老王喝的这款咱们自家的这个后门山水仙呢 它这个树林其实不大 70年代末 呃 种的 差不多就40年30多年40年的这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树林 呃 算高丛啊算高丛啊也算小树上 那其实这个这个树林是比较常见的一部分 这个水仙的树林 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还是比较容易能够喝到它的 那么很多的查克追求这个老虫水仙虽然说老虫水仙它这个走水路更加的醇厚 但是呢这个老王建议这个新查克就不必追这个 所谓的老虫这个概念了 还是要从味道这个角度 嗯多看看 那我们今天冲泡还是这样 就是首先要这个温壶啊 这个有查有肯定的就是说啊老王今天不用这个不用这个盖碗了 对啊 因为上次给大家拍这个呃 视频的时候用这个盖碗泡这个呃 肉粿给烫到了嘛 所以今天呢老王改用这个壶啊 改用这个壶 那么实际上呢 其实大家泡水仙啊 因为水仙的液底它的这个呃 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炮开之后它会比较大啊 所以建议大家在泡水仙的时候啊 呃一定要 一定要选一个就是度比较大的容器泡啊 亦或是弧 亦或是盖碗 让它在这个冲泡的过程当中啊 有这种空间啊 可以展开而不是会挤在一起 这样呢就不利于它的这个香气的这个这个发散啊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冲泡水仙的时候呢 我们在投茶的这个茶水比例来看啊 就是可以适当的比这个肉粿要要再高一些啊 这个还是要根据个人的这个这个喜好哈 所以很多茶友会在外面发现这个有的这种这种水仙 他一泡茶有10克啊 为什么有10克这么多 他就是一些老茶友喜欢这种更浓郁的感觉 呃 但是咱家的这个水仙还是8.3克啊 就是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 呃不是太推荐太浓郁的啊 当然也要足够浓度哈 那么我们温了这个茶壶之后呢 这个水仙放进去我们就开始冲泡啊 当然我们可以闻一下这个温壶干茶 它其实是一种甜粉香味 呃 老王觉得还是好的盐茶还是属于用火不见火啊 这里面呃 老王也看过一些其他的一些博主啊 提到了一些关于这个足火水仙啊 他可能泡出来有股胡锅的味道啊 其实老王不知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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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足火是不是有点过过火了哈 他不应该有糊的味道哈 那我们泡水仙的时候呢 这个水的温度还是要高 然后我们拉起来 水仙和肉桂这种茶因为他都属于香气型的茶 所以其实他的冲泡工程是可以拉这个水的啊 还是这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出镜啊 这个汤要出镜 那么大家可以从这个汤色上来看了 就是说这个属于这个清火啊 我们这次水仙还是属于清火 那我们就可以 其实在这个这个冲泡过程当中 老王就已经能闻到这个水仙的这个 这个木质调的这个气味就出来了 这里面其实老王想讲很有意思 就是虽然说肉桂是很抢很抢人的 因为它很香那个茶油 其实跟水仙一起喝啊 它非常香 但是呢 呃很多的茶油在这个就是第一次喝的时候 都会觉得哎 肉桂比较好喝 但是逐渐的这个喝下去之后呢 那反而转成用水仙作为自己的日常喝茶 我来想这个 其实这个对感官有刺激性的这种东西呢 是很讨喜 但它不长久 这大概是水仙它这个走的这个特征 就是说它其实很平淡的 它的香气也有 但是没有肉桂那么的有刺激性辛辣性 呃相对来说比较的轻柔一些 然后含蓄内敛 呃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特点啊 就是尤其是在天气较凉的时候喝啊 你会觉得有一种 就是温暖心碎啊 温暖这个味的这种感觉和舒服 然后呢 我们在喝水仙的时候实际上你会发现 在水仙当中 它是有那种啊 粽叶香加啊 兰花香啊 花香 兰花香的 它不像这个肉桂 它是没有果香气在里面的啊 呃 它是相对于来说木质调的味道更重一些 而且呢从汤感上来看 它其实 就是水路更厚一些 所以正所谓说 嗯 好的水仙 其实你喝的时候你有一种感觉 就像是在喝比较 稀一点的米汤一样 就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稠度的 所以我们也在可以看这个 出去去品这个别人的这个水仙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出汤的这个汤底的这个挂杯的情况 就有点像红酒的这个挂杯 呃 它不是完全的稀的那种状态 它是有一点点挂杯 有一点点稠的状态 这都是好水仙的一个表现 好 好